大家好,我是Marco,欢迎回到FanBI功能演示视频。 在这段视频中,我将向大家介绍FanBI中图表的相关功能。 在FanBI中使用图表,可以从左侧的组件选择栏中直接拖拽,也可以使用已有的组件进行切换。 那么,我们以第二种方法为例,首先,向Dashboard中拖入一个表格,进入详细设置。 在图表选择栏中,点击柱形图,向分类区域,拖入分公司信息的分公司名称。 向左织轴区域,拖入合同信息的合同金额。 这样,我们就得到了一张简单的柱形图。 进一步的,我们可以向系列区域,拖入合同信息中的合同签约时间。 切换为年份分组。 回到Dashboard,观察效果。 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各个分公司的销售额汇总,还可以看到每个分公司内部不同年份间销售额的变化。 此外,我们还可以向右织轴区域,加入合同信息中的购买数量自转。 这样,在一个柱形图中,可以对比地分析两个不同的指标。 在样式设置中,可以对左织轴和右织轴设置不同的单位。 也可以设置各自不同的数字显示格式。 此外,还可以设置图例、文本、数据标签等样式的显示方式。 对于柱形图的每一个指标,我们也可以将其设置为堆积图、或折线图、以及面积图。 这四种图表都是坐标轴图的不同表现形式。 接下来,我们将图表切换为调形图。 通过与柱状图类似的方式,我们也可以进行调形图的设置。 需要注意的是,需要注意的是,调形图没有左右直轴之分。 所有指标的单位都是统一的。 下面,我们将图表类型切换为柄图。 柄图有两种使用方式。 可以只使用一个指标,利用一个维度对其进行分类,构成占比。 也可以使用多个指标,构成指标与指标之间的占比。 下面,我们再将图表类型切换为仪表盘。 一般情况下,仪表盘仅使用一个指标做汇总分析。 在样式中,可以设置仪表盘指标的单位,指针的活动范围,以及刻度的值。 仪表盘中,虽然只包含一个指标的汇总值。 但是,由于有最小值与最大值,以及不同的刻度单位。 其传达的信息,不仅包括了当前指标汇总值的绝对大小,也包括了当前指标的值与不同数值区间对比得来的相对大小信息。 最后,我们将图表类型切换为地图。 FanBI支持多种地图背景。 此处,我们以中国地图为例。 使用地图需要有与地图能够正确对应的维度自转。 我们利用客户信息中的省份与城市自转,对应中国地图上的区域。 删除无关的字段后,将省份和城市托入地区名。 而后,向数值区域,拖入合同金额。 返回Dashboard查看地图的效果。 在地图中,不同区域指标值的大小将以不同的颜色深浅表示。 地图和其他所有图表一样,当鼠标悬庭在图中的不同区域时,将会显示不同区域的指标值。 在地图上,点击任一个有数据的省份,可以实现赚取到省内各个市的效果。 以上就是FanBI中的图表功能。